奶奶哭着给金毛边梳毛边说 狗狗得了重病快要不行了 也没钱给他找医生 金毛表情淡定似乎明白这一切 女主表示金毛身上有几块肿瘤 家里太穷没钱去医院看 狗狗特别懂事 安安静静躺着 他心里明白自己得了重病 时日不多 男主带着志愿者打开门 金毛就待在这里 抬起头眼里却没了光 身下的硬块有小不锈钢脸盆那么大 大叔说金毛叫安迪 今年已经11岁了 一年前肚子下就长了硬块 没想到却越来越大 可自己已经快70岁 根本承担不起高昂的手术费 平时生活就很拮据 所以安迪的病情拖到了现在 男主摸着他的手哽咽地说 真对不起 是爷爷太没用了 他端来一大盆的狗粮 安迪似乎没有一点胃口 接着奶奶端来一碗鸡蛋肉汤 安迪稍微有点食欲 女主人声音家带着悲伤说 安迪陪伴了自己11年 可他现在就要走了 这半个月已经吃不进什么东西 安迪伸出爪子 跟奶奶紧紧握在一起 眼里充满了不舍 却又在安慰对方 他总是这样乖乖躺在地上 或许已经在等待某一天的到来 志愿者帮忙请来专业的医生 兽医给安迪检查了一回 表示情况比较糟糕 最好送去医院做具体检查 安迪身上有多个肿块 而且都已经不小 直径都在10公分以上 兽医表示安迪身上的营养全被肿块吸收了 身体也越来越虚弱 再拖下去情况只会更糟糕 志愿者申请免费帮安迪治疗 主人也都准备马上送狗狗去医院 安迪一听说要去医院 结果却坚持不走 或许害怕自己的病连累了老主人吧 甚至趴在地上拒绝离开 最后男主骗他是陪自己去看病 安迪才半推半就上车 安迪看着窗外的晚霞发呆 多美好的世界 真想多陪陪主人 晚上8点才刚到医院 医生检查完表示 现在一分钟都不能耽搁 必须尽快把狗狗的肿块切除 可男提是安迪已经11岁 加上身体虚弱 打麻药的话大概率就醒不来了 只能让主人在手术室安抚 当天夜里进行了手术 一位主刀医生 还有两位助手在帮忙 男主则在一旁抱着安迪 希望他能坚持住 狗狗闭着眼睛强忍着剧痛 11岁的他明白 不想让主人担心 手术过程中 安迪的表现的确让医生很惊讶 奶奶眉头紧锁不忍心看 他表示安迪太懂事了 太让人心疼了 手术了两个小时 安迪在男主的安抚下 居然全程没吭声 默默忍受着剧痛 爷爷眼含泪水 不停在旁边安慰他 两个半小时后 兽医笑着说手术很成功 安迪身上的肿瘤都成功切除 他走路起来也明显轻松多了 因为手术全程没有打麻药 所以安迪立马就可以下床活动了 男主人摸着安迪夸赞 为他的勇敢而骄傲 并告诉他得到了好心人的帮助 这一年来 他首次咧着嘴笑 主人表示很久没看到过他的笑容了 他兴奋又好奇地看着陌生的环境 兽医说狗狗的肺还有点炎症 但不会马上影响他的生命 另外安迪刚动完手术 实在是经不起折腾了 第二天 安迪的精神状态的确好了很多 眼里也有了希望 主人说看到狗狗便好了 自己心情也好了很多 他太乖了 伤口疼得受不了 他就静静趴着 像在四口狗声 眼里含着泪水 或许他也害怕离别吧 女主每次看到他痛苦又强忍着的样子 都忍不住流泪 他躲进主人的怀里 乖得让人心都碎了 安迪也想能这样一直躺在主人的怀里 或许他也在安慰家人 我没事我很好 大家不要担心 一周后 安迪恢复了很多 能跟主人一起出门溜湾了 珍惜最后的时光吧 男主摸着他说 安迪我为你骄傲 你永远活在我心里 我来说